音樂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你知道它實實默默影響了我很多的決策嗎? 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看MV沒有音樂的話 那會多尷尬 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看電影沒有音效和音樂的話 那會是怎麼樣的呢? 而聲音在品牌廣告上也是還重要的喔 甚至聲音在廣告裡的存在 讓消費者不知不覺就掏錢買單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音樂的潛在力量 哈囉大家好 我是停音樂 首先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快節奏的背景音樂 還是慢節奏的背景音樂 哪一個比較能夠提高超市的業績呢? 答案是慢節奏 或許你會想說 快節奏的音樂能讓我感到興奮 應該會比較難刺激 我的購買音樂吧? 但根據紐約超市的調查統計顯示 播放快節奏的背景音樂 會讓消費者步行速度加快 而大幅降低 看其他商品的機會 而播放慢節奏的背景音樂 反而會讓消費者 多享受賣場氣氛的同時 也多瀏覽其他商品的拓架 甚至只是背景音樂的快跟慢不同 播放慢節奏背景音樂的日子 銷售額卻增加了32% 這裡跟大家說一個有趣的研究 播放冷門歌曲 比播放流行歌曲 更能延長客人呆的時間喔 是不是很意外呢? 這是因為當播放流行音樂歌曲時 客人的記憶就會受到刺激 啊!我有聽過這首歌 因此感覺到興奮而加快了自己的腳步 因此若是想要讓客人的停留時間長一點 不妨播放冷門且慢節奏的歌曲喔 再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你要進行一間餐廳 你想要讓客人多點一杯酒的話 你會在餐廳裡面播放 節奏緩慢且穩重的音樂 還是節奏輕快的歌曲呢? 在1986年有一位名叫 Milliman的教授 他研究後指出 在播放快節奏的音樂環境之下 客人點酒精飲料的數量 和比播放慢節奏的音樂相比 發現一張桌子平均多點了三杯酒 因此 如果你希望客人多喝點酒的話 就可以在店裡面播放快節奏的音樂喔 當然店裡的音樂和餐廳 或咖啡廳的品牌風格 有沒有相符還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播放了跟品牌不符風格的音樂 反而會得不償失喔 而背景音樂的選擇 除了快節奏慢節奏之外 甚至也會影響人們選擇的紅酒喔 有一項有趣的研究是這樣的 酒商每天輪流播放具有高辨識度的法國 與德國音樂看客人會購買哪一些酒 結果發現在商店裡面播放法國音樂的那天 購買法國酒的比率就會提高 而若是播放德國音樂的那天 則是購買德國酒的比率會提高 而很特別的一點是 客人都沒有注意到商店裡面播放的音樂 因此像這樣我們可以藉由不同類型的聲音和音樂 藉由當下的氣氛 誘導客人去購買店家的想要傳達的銷售商品的訊息 那如果播放古典音樂呢 有一個研究是這樣的 店家研究播放被子音樂的類型來分析客人的消費金額 結果難發現如果播放像巴洛克音樂這樣的古典音樂風格 與播放美國前40名的流行音樂相比 如果播放古典音樂的那天 客人的停留時間就會變強之外 購買的酒也會比較貴 並不是購買更多酒 而是單價比平常來的高 今後這天這集 你是不是發現原來音樂對我們影響是那麼的大 不知不覺的就影響了我們很多的決策 所以如果喜歡今天這集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之後有機會的話 來分享更多關於音樂與聲音的知識 喜歡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 掰 llama 小羽 身 你要 們